在许多动画的故事中 主角除了有着超强能力之外 还会有群可靠朋友团 来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然而有位动画角色 虽然是主角身边重要的人 但却因为各种可疑的行为 导致被怀疑是幕后黑手好几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喜不喜欢看推理漫画呢? 我自己的是超级喜欢 说到推理漫画超知名的作品 《明镇的柯南》一定是榜上有名 《明镇的柯南》是1994年开始 连载于周刊少年Sunday的推理漫画 主要的剧情描述高中生侦探龚腾心一 在与新梅竹马游玩时 目击到了神秘黑暗组织的行动 随后遭到袭击 而被冠下神秘妖武APTX4869 而意外变成小学生模样 从此凭借着过人能力追查黑暗组织 可望有朝一日回复正常的故事 虽然故事听起来很简单 只要抓到黑暗组织就可以 然而这个黑暗组织一追 就是20多年过去 作为一个推理为主的漫画 其中最大的乐趣就是 观众也能一起借由剧情猜测幕后的BOSS 而在柯南长年的连载当中 有位角色虽然是柯南的好朋友 然而却一直被怀疑是幕后黑手 而他不是别人 就是阿力博士 阿力博士为什么会被一直怀疑 而他到底是不是幕后黑手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回顾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阿力博士 阿力博士初登场时是一名52岁 自称天才发明家的科学家 与工程一家是邻居关系 同时也是剧中少数知道柯南真实身份的人 在剧中阿力博士会制作各种特殊的小道具 例如蝴蝶结变身器 手表型麻醉枪 来让柯南在关键时刻使用 可以说如果没有我们博士的道具 我们的小学生死神柯南 很有可能早就领便当了 而在每一代的剧场版中 博士也有着讲冷笑话 与双关与谜语的传统 同时为了保护逃离组织的辉源 平时还与小I一起同住啊 有车有房又有小I 可谓是一个既可靠又成功的人生胜利组 博士你这个房子真的好大啊 我的房子还蛮大 玩累了就 直接睡觉没问题的 然而在博士登场不久后 就有不少观众发现了一些可疑点 让人觉得这个角色不单纯啊 首先第一个令人怀疑的点是 阿丽博士的名字 在柯南当中登场的角色 许多的名字都有着含义 我们的主角名中的柯南 又是取自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作者 柯南道尔 而阿丽博士的名字 其实同样也是取自英国小说作家 阿加莎·克利斯蒂 可以说从名字的设计来看 博士跟柯南同样有着重要的位置 然而博士的名字却更特别 原因是黑暗组织的成员 各自都有着以酒为名的昵称 例如最常见到的双人组 琴九与福特加 名字都是来自非常知名的酒瓶 而巧的是在日文中 也有着同发音为阿丽的调酒 因此有许多观众认为 会不会阿丽博士其实 与黑暗组织有着生气的关联 并且最后会与柯南对峙呢 好 抓到阿丽博士 还敢场啊 不仅仅是设定上很可疑 阿丽博士本身在剧情上 也有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 在柯南第一卷时 柯南吃下APTX4869之后 第一个发现柯南真身的人 其实就是阿丽博士 在柯南向博士探听 黑暗组织相关的情报时 博士在还没有见过琴九 以及福特加的脸之前 就与柯南一同出现了回想画面 并且在第一时间就告诉柯南 绝对不能告诉他人真实身份 让人感觉一切就像是 博士在诱导柯南未来的动向 紧接着在原作漫画第八卷时 小兰回想与星医的对话中 也曾经登场过耐人寻思的提问 在该集小兰对星医问了这样的问题 如果犯人是阿丽博士的话 星医你也会说出来吗 我们的滚通星医记者回答 就算犯人是阿丽博士 他也会将犯人公租于世 这样特别的桥段也让当时的读者认为 会不会作者就是在为了 阿丽博士是凶手的结局埋伏笔呢 而在第24卷与黑暗组织的再会中 又登场了更奇怪的剧情 在故事当中 黑暗组织的成员批斯可 由于使用枪的画面被记者拍到 导致琴九收到了那位大人的命令 前来处刑失败的批斯可 正巧当时第一个发现这个关键新闻的人 也正是与柯南在同车的阿丽博士 诡异的是柯南在与博士分开后 曾经收到博士的来电 要柯南赶紧抢救在屋顶上的学历 然后就在讲完后就马上断线 因此有许多人怀疑 阿丽博士有没有可能 就是在看了新闻之后 命令请酒去处刑P-斯可的呢 这么多的诡异剧情 也让大家更深信 阿丽博士就是黑幕 抓到你了阿丽博士 不要再演了 根据宫藤优作的推理 以及作者公布的消息 明珍的柯南黑暗组织的BOSS 其实是位名叫乌丸连夜的富豪 然而这位富豪在半世纪前 就已经对外宣称99岁死亡 如果活到至今的话 乌丸连夜已经是破百岁的人 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活着 由于身份极其机密 因此这位最终大BOSS 在动画及漫画都是剪影登场 然后我们从这个剪影来看 外形上好像跟阿丽博士最相像 而如果博士就是乌丸连夜的话 那他一定有着不老不死的方法 虽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在2001年的剧场版 《网天谷的倒数计时》当中 又出现了让人细思极恐的线索 在故事当中登场过一台 可以预测自己十年后长相的机器 在剧中不美光艳跟元太 都看到了自己十年后的样子 柯南与小哀则因为缩小的关系 使机器发生了错误故障 然而诡异的是 博士十年后的照片 却是完全没有变老 如果博士就是个永远不会老的人 那他就更符合这个大黑幕 乌丸连夜的条件了 阿丽博士你还敢说我不是你 由于各种诡异的剧情 还有本身阿丽博士 实在是太有记忆点 因此作为一个最终黑幕角色 来造成剧情的反转 其实也是很合理的情况 随着相信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说法也越来越被大众接受 最终也终于有人鼓起勇气 在作者口中问到了答案 在2011年10月的 Club Sande中 有位勇士向作者青山老师 提出了这样的提问 欸 那个 在最后 我有一个不论如何都非常在意的问题 黑暗组织的BOSS到底是谁啊 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问题 作者给出了冲击性的回答 不是阿丽博士喔 什么 原来阿丽博士博士BOSS啊 博士博士 居然不是BOSS 不合理啊 由于作者的直接否定 让所有猜阿丽博士就是黑幕的人 直接大吃一惊 我们常年的怀疑与推理 就这样啪的一声 不见了 虽然作者否定了大家的猜测 然而这个推理已经盛传多年 因此还是有许多观众 认为阿丽博士一定就是黑幕 导致作者青山钢窗老师 每次被问的时候 就必须再次回答 阿丽博士不是BOSS 在2016年10月刊少年Sunday 也有了访问作者的机会 并且突如其来的直接问作者 黑暗组织的闹会大人是谁 而这次青山老师则直接吐槽 这是能讲的吗 为什么我一定要说啊 然而采访者却弃而不舍的追问 这是全世界柯南粉都想知道的事吗 啊反正一定是阿丽博士吧 对此青山老师也直接回答 不是哦 看来呢 真的是猜错啦 虽然青山钢窗老师 已经多次说过 阿丽博士不是最终BOSS 然而却无法改变大家的印象 久而久之 博士是BOSS呢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梗 成为了一个摆脱不掉的形象 而为什么不干脆就安排博士当BOSS的原因 其实青山钢窗老师 也曾经在后续的访谈中有提到 他认为其实倒也不是说 如果阿丽博士是黑幕的话 故事会变得不美或是不有趣之类的 而是如果博士本身就是黑幕的话 至于为止博士做的所有好事 包括与少年侦探团经历的种种 全部都会变成前功尽弃 因此为了排除大家对博士的嫌疑 自己后期本身也有设计一些 暗示博士不是BOSS的台词 然而尴尬的是 就算自己再怎么暗示及洗装 大家好像还是觉得 阿丽博士就是BOSS 只能说这真的是令人哭笑不得 今年BOSS代人应该知道要找谁了吧 也有观众认为 可能原本阿丽博士真的是BOSS的后补 然而随着柯南的大红大紫 渐渐的连载回溯也越来越多 最终才更改了设定的走向 那不管怎样 我想阿丽博士应该是全剧中最衰的角色 OK以上就是本集 流传已久的阿丽博士传说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哭笑不得 连作者出来澄清 还是没有办法洗手道的印象 但有一说一 我觉得那个剪影的身形 老实说还真的是有点像 未来还会登场更多名正当柯南相关影片 喜欢的话都欢迎大家订阅 希望今天不开心 我们就下次再见吧